我说我在农产品生产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会用什么农药啊 兽药啊 这个化肥 这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 那我们还要从源头 还有从整个生产过程当中 来对它进行控制 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 一直在研发的 就是高效的 低毒的 低残留的 这样的一些 投入品 那我们就把这些投入品研发出来 然后进行推广示范 然后给这些生产者进行使用 来降低 这些污染物的 在农产品当中的这样一个残留 另外一个 还有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生产方式 包括我们现在推 这个叫大力提倡 绿色食品 还有叫有机产品 的这样的一些生产 那么强调的就是 这种生产方式 那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还要研发更多的 适合不同病虫害的 不同疾病的 可能就是说还要加大这样的一些 这个研发和这个推广的这样的一些力度 另外一个还要就是综合防治 就是采用一些物理性的方法 综合的来对它进行防治 然后控制农产品生产过程当中的病虫害 我们说我们这个生产呢 既要保证安全 还要保证质量 还要保证产量 所以呢我们要综合来考虑农产品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 质量安全问题 2001年 我们首先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无公害行动计划 那时候是针对的是五个城市 来监测农药残留 当时应该监测的是12个农药的指标 合格率是多少 平均合格率62.5% 去年到现在 我们都一直稳定在就是农药残留 97%以上 那我们现在监测了多少农药了呢 监测的是68种以上农药了 还有监测原来我们说五个城市 现在多少个城市 150多个城市 我们这个监测指标扩大了 我们监测的范围也扩大了 我们一直都说 那个食品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 永远在路上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百分之百 但是只要它有一点点不合格 我们就一定还要继续努力